大家好 我是五仔 大家好 我是OK仔 今集跟大家講一些奇人意識 之前講過一個叫蔡伯麗的風水大師 沒錯 那個就是風水 風水是學說 今次講的神人 白龍王 過了一身的白龍王 前陣子看到一篇文章 我慢慢告訴你為何要講白龍王 很多人看 很多人想知道 請大家給個like我們的廣播 這個like很重要 沒錯 好像入廟莊香一樣 有一個神秘的色彩 支持我們Patreon 五問雞 這個Patreon好像添香油一樣 對嗎 好了 講白龍王 我那天聽聽張國榮的歌 看到一篇文章這樣說 他說 白龍王 一生人 拒絕 見兩個人 一個是張國榮 一個是劉嘉玲 嘩 為甚麼 為甚麼呢 張國榮那時候說 差不多的時候 有人建議他見白龍王 但他 白龍王說我不見這個人 為甚麼呢 這個江湖傳聞也傳了很多次 為甚麼 另外 劉嘉玲 他的老公是梁朝偉 梁朝偉是他的乾兒子 對 為甚麼不見劉嘉玲 兩個人 白龍王是甚麼人 為甚麼那麼出名呢 他其實在2013年過世 已經升了天 泰國道教法師 他本身是泰國華人 他的組織是廣東潮州 在泰國中部 一個叫春武里虎 春武里虎時拉差 蘇拉塞村 哇真是厲害 是否很勇敢 白龍王的身世 有多過傳說 傳說 在維基百科 只能看到傳說 有人說 他以前是一個電器維修師傅 有人說 他做單車 總之 就不是那些大富人家 蔡伯麗是大富人家 三代都做 三代開醫管 他不是 他是一個普通人 他爺爺 為甚麼他的祖父不是姓周 白龍王 叫周鑑南 祖父叫徐俊昭 為甚麼 原來為了躲避戰亂 遷至廣東潮州 改姓周 這樣嗎 改姓 為甚麼被戰亂要改姓 難道他是 怕被人知道 不知道 據稱 龍神 白龍王附身 有條龍 人稱白龍王 我又聽過 土地公說有條靈蛇 是一個座架 白龍王是那條靈蛇 聽過很多眾說紛紜 總之 人稱他就是白龍王 他又能夠為善信 指迷津 他今天有些金句 都會跟大家說說 既然大家都是八卦的一群 學了都沒有壞 我相信 學多些 沒錯 又會對善信做出神預言 他都玩預言 印度神童又中 這樣嗎 道化有緣人 為人祈福 他平日穿白色衣服 每逢禮拜五六天見信眾 一天見一百個 人排隊進去 不收錢的 信眾你自己給 自行樂捐 信徒前往白龍王廟的時候 都會穿白衣 白褲表示敬意 那會一個禮拜開三日工 一個禮拜 一天 一個禮拜開三日工 一個禮拜 三日工見三百人 其實我也可以 找個地方打出來 是不是 都可以 沒有說不行 最重要是有什麼 任備 你最重要是有人 覺得是就行了 可以的 我叫你買什麼都有人來 講道理 講道理 跟你聊聊天 排隊等候入廟的人 要在廟前先插十七之香 是他的玩法 厲害了 又有傳說 相傳他四十歲 夢見白龍王 我都未到 可能我遲些夢到也不頂 之後開始以白龍王使者的身份 就為信徒解困惑 他的信徒厲害了 香港演藝人當中 鄉氏兄弟 向華強向華聲 都是他的信徒 你知道電影大老闆 陸續吸引了很多 香港台灣的演藝圈人士 去泰國 立即就 拜會是不是 有什麼人 說出來 說出來都是天王巨星 這麼厲害 梁朝偉、劉德華、成龍、黃禎、羅智翔 然後是劉偉強、譚詠麟、陳百祥、曾智偉、梅艷芳、張國榮、謝霆鋒、余文、黎明、陶大宇、鄭秀文、楊千華、彭淵眼、梁思浩、任賢齊、阿嬌 也有見過 真的說得出那些 很多都有 有兩位有錢的 林健岳、楊秀成 每個人都很相信他 2010年 當時他患了肺炎 身體狀況開始轉差 13年8月17日 白龍王智氣管病惡化 在家中病逝 享年76歲 就說 在2013年10月6日 白龍王的尾七 他的弟子安放他的紀念像 進行一個叫八仙扶基的儀式 結果 就讓白龍王的女兒 女兒叫Pet 再接掌這個廟 繼續傳遞神譽 就說為那些善疏解困 女兒登上白龍王昔日的寶座 成為了什麼 黃龍王 轉了顏色 對了 梁朝偉就是他著名的信徒 經常每部新戲開拍前 都請教一下白龍王 但是呢 咦 就說他用一個沒有緣分的原因 多次拒絕接見 劉嘉玲 和張國榮 但是張國榮之前有見過他 就說 死前蘇州 白龍王 拒絕接見 是 為什麼呢 然後告訴你 說到他這麼厲害 為什麼這樣搞法呢 畢竟老公也是你的乾兒子 說到 老婆劉嘉玲 張國榮也跟他睡過 春光炸節 應該是很粉絲的 為什麼不見呢 劉嘉玲求見四次 全部被拒絕 說他劉嘉玲 頑強的詞場難以被點化 據說 可能都是傳聞 當年 梁朝偉夫婦 一同到泰國 求見白龍王指點迷津 當時白龍王直言 我只見過男人 我只見過男人 拒絕見劉嘉玲 經由知情人士透露 白龍王覺得他身上有頑強的詞場 認為他歌聲挖強 不願意聽從別人的意見 因此難被點化 也不奇怪 好像 你說班車教人 我教你這個教你那個 如果五仔做你的徒弟 我不教他 不行了 也不肯定 明白 即使迷津 也會堅持自己的執念 寧願不見 不過 劉嘉玲的性格是挖強 曾經四度前往泰國 求見白龍王 不都拒絕 2013年 他就過世了 劉嘉玲沒有再有緣份見到他 但你看到天王巨星 每個人都找他 那時候 如果你看到娛樂雜誌 偶爾的時刻 偶爾偶爾拍攝 那些名人 過去找白龍王 指點迷津 有一個說 一個故事就是 無間道 無間道本身不是叫無間道 是四個字 好像叫無間行者 然後白龍王又說 要改三個字 這套戲才會紅 改了無間道 究竟是不是 很難說 說這部電影有劉德華、曾治偉、王秋生、梁朝偉 沒理由不紅 全部都是這麼厲害的 有難不紅 不知道究竟是否辣 說到他偏愛梁朝偉這個人 他曾經有一件事是這樣的 梁朝偉差點死了 第一次見梁朝偉已經很喜歡他 於是當契制和入室弟子 摸摸他的頭 用一貫磁場的笑容說 好好記住我的說話 回去之後不要接拍跳樓戲 那時候梁朝偉也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怎料回去真的有場跳樓戲 導演還要他親自上場 但因為白龍王警告過他 梁朝偉就不拍不拍 堅持拒絕 後來導演只要找替身去替他 糟糕了 那個替身竟然是因為這樣 不知道威亞斷了還是甚麼 就受傷 嬌爺 嬌爺 如果梁朝偉真的跳的話 分分鐘會死 令白龍王的聲明大躁 當然 一說 中了 一早就跟你說 你又聽著 你沒事 所以梁朝偉從此 相當相信白龍王 多年來不斷去泰國 向他指教指教 每次離開的時候 就在白龍王手裡拿兩個大金吉 就說白龍王其實很少給人 很喜歡梁朝偉 給你兩個吉 白龍王更加去過不丹 見證梁朝偉和劉嘉玲的婚禮 很大面子 說到張國榮 為甚麼 有消息說 張國榮 4月1日就 過世了 在文華酒店 前一個月 曾經希望 白龍王 幫他指點迷津 見面 但白龍王 也將他拒諸門外 這是傳說 據稱白龍王 就算到張國榮 劫數難逃 即將見面 他說他約了見面 他說不必見 我都幫不到他 這樣嗎 是 是否真的讓他算到一些事情 他自己沒有這樣的能力 究竟是還是不是 都很難說 沒錯 很難說 純粹 江湖傳聞 這些所謂的日事 大家都想想 大家想想 究竟是否這樣 沒錯 白龍王這個人 其實都留下很多金句 讓大家學一下夜室 他說 被譽為 泰國最準的法師 白龍王金句 有九個金句 很多人都問我 我事業好不好 因緣好不好 家庭好不好 孩子好不好 我只問你一句 你脾氣好不好 這樣一切都有答案 說得真的好 是 真的好 是不是 他是有些 人家說佛計 佛計 雖然他不是佛 佛道一家親 他只是說這件事 和氣生財 有好的脾氣 事業 不可以去哪裡 姻緣一定好 家庭一定和睦 孩子一定愛護你 你說 白龍王勸告大家 脾氣好 什麼都好 正所謂人品好 排品自然好 那些 學會凡事忍來 包容體諒 好運自然降臨 在你身上 寫個忍字 或者問個忍字 在背上 問忍字 不是關人忍字 是一個忍字 你看到有些人 對的 什麼 很怒氣 很怒氣 不要一定很怒氣 大家經常說 看到你 嘩 很多話說 或者看到有些人 嘩 發脾氣 尤其是現在 對著電子產品的人 是 嘩 這東西不行 你做不到 然後 一塊一塊 好像炸彈一樣 是 我們經常說 對著這些人 最好可以送個字 給他 靜 靜 對 令他人很舒服 不要那麼怒氣 這些都是提醒的 大家 他有些金句厲害 什麼 第二句 他說 拜神求平安 你回家 跟老爸老媽頂嘴 你怎樣平安 是不是 他說很多人 在拜神祈求平安 回到家 就吵冤巴閉 破壞家庭和睦 這趟神就白拜 沒有用的 正所謂家和萬師兄 家衰口不停 沒錯 沒錯 家庭和睦 才可以全家平安 再說 第三個金句 他說 父母才是真神 對父母比神好 一切順順利利 所以那些死子 移民那些 不養父母 誰造成的 那些 他的心多煩 你看他 即是 至求多福 沒錯 對父母要好一點 白龍王這些是天璣 沒錯 很多人對著父母 都沒有對著神 對著神像 拜拜拜拜 但對著父母 其實父母是創造於你 嗯 你經常去說天家又說天父又成成 可不可以一視同仁呢 你說你信神 你都叫他做天父 那你真是有個父 有個母 就是這樣說 對的 對的 白龍王第四句 金句 我覺得這根本是 好樹生好火 家中夫妻和睦 孩子才會學習去遷就人家 都對的 對的 這些就簡單 一個英俊子就像一塊鏡一樣 整天要子女好 你做父母有沒有以身著質 在家裡說髒話 兩個人吃煙 叫子母吃煙 那些呢 是 大把 又是怎樣宣洩一些暴力情緒 那些兒子看著他父母 有時出街 說話 罵別人 很勞氣 然後兒子回家 又跟著做一套 這些全部都是賭模 真的很簡單 你宣洩暴力 哪點都不對 有時候 以前那些社會運動 聽到有些老爸出來說 打糕死他就對了 那你兒子聽到之後 你猜他出去打扁果 一樣的 不是 你那些暴力言語 是不是 不用說這些 做好自己的榜樣 那些有些在心中 常常說 常常說和諧和諧 回家就不夠和諧 對 老爸老媽在那裡吵架 然後不方不和諧 沒錯 大家明白了 白龍王這句也是好 他這樣說 第五句 讀書讀得高就好 脾氣高就很不好 什麼意思 他說讀書讀得高 事業做得大 都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因此成為一個驕傲自滿 目中無人 那就不好了 好像見到每個人都不順眼 自己有了道 自己不可一世 目中無人 所以我經常說 我們這些窮嗨嗨 對嗎 明白的 慘 對 欠去 我們這些 有些做人要欠去 要欠 不要以為自己懂一點 有些讀書讀得厲害的 厲害 白龍王也吃了很多煙 你看他拿著幾包信脈 對 七包信脈 他派給人什麼 不知道很開心 對 另外白龍王這句 他說第六句 神不會騙人 只有人騙神 死人不會罵人 只有人罵死人 什麼意思 他說神和死人一樣 不懂得說話 只有活著的人才有權利 說話 亦有說謊的可能 意思是 不要把自己的過錯推到別人身上 自己承擔自己的過錯 真是有道理 你看很多人都毀過他人 我們經常都說的 不是我錯 是社會的錯 是他錯 大家有時候反思 記住一句說話 所有的問題 都是自己的問題 真的 跟人家無關 所有問題都是自己的問題 你想想這件事 真的 這是金句 你明白就可以了 這是很難的 人家很難 當然 這麼容易 當然 這麼高的坦素 就好 這個世界就沒問題 我親耳聽過 聰明 聰明 有人這樣跟媽媽說 聰明 聰明 聰明的父母生個聰明 聰明的父母生我聰明 聰明的父母生我聰明 我真的聽過 真的受不了 其實一個人去到一年多 真的要自己搞定自己 不要整天委過他人 他遠天遠地 遠人 就不怨自己 世界這麼多學問 不用錢 讓你看 最慘你連看 那件事是對還是錯 你都不懂分別 你說的那句話 肯定是你錯 剛才不是說的 父母是真神 你說的那些話 你真的是蠢仔 蠢就是蠢這件事 人所以要人蠢 其實有得意的 不過你肯定是否接受自己蠢 接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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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 你只是這麼說 你說的那些話有多厲害 只要李嘉誠老爸老母很厲害嗎 我又不覺得 首先你告訴李嘉誠 李嘉誠自己也不是很厲害 本身出生於 是不是 唉 白龍皇第七句 無論什麼人 壞人好人 有錢人窮人 來 都者女 都要排隊 即是去他那裡 還是什麼呢 他說在神面前 一視同仁 希望大家記住 不要因為自身的身份 覺得自己比其他人厲害 就不要因為別人的身份 貶低自己 就是看不起別人 在世間萬物中 你們大家全部一樣 都是人 沒有分別心 就是佛家裡面所說的分別 分別心 大家記住 大家都是一樣 眾親皆平等 好厲害 沒錯 白龍皇接著說一句厲害 拜神不要迷信 經拜神 就說他的驚奇偉大 救世成人的功德 若你以為拜了神 就得到神庇佑 那就迷信 只要你犯錯 求神 都不能夠說庇佑你的 我錯 你懺悔 他說如果你經常行善積德 你不拜神 你一樣有福報 神就不一定要拜 白龍皇教你道理 我經常都這樣說 職音德 說什麼風水 敬人道神 都經常跟你說 做到好事 不用一定下求神 不用 另外一句 最後一句 心好有好日 這句白龍皇再有名 只要你的心一直向善 不要行惡 好日子必定來 反之則然 亦然 引力發真 一定要善心 當然 沒有 有些人覺得不是 做好事也沒有好報 有些人很短 那你來這裡是要受的嗎 不是的 有些人想著馬上 很急功近來 我那樓捐儲沒有理由 我沒有好事 在我身上 有些人這樣想 你想這些就死了 大把 是吧 白龍皇還有一些 厲害的預言 他跟羅智祥說 你要戒女色 如果你想紅 叫你要戒女色十年 事業一帆風順 羅智祥犯了色戒 最後 你已經看到了 對 要搞到他賣羅智祥牛奶 真是 真是 現在羅智祥說 完全把白龍皇的說話 當耳邊峰 你看到最後 真是得常所願 對 如此 坦然 一夜就搞定 他也 寓言過劉德華 他說 他說 劉德華 他說 你一輩子都是走這條路 你不用這麼急熊 他說 可以的 你在這裏 他給了一個信心 劉德華 不要心急 你不用擔心 你的高峰還沒來 未來還有十年大運 你一輩子都會再演藝圈這條路 他還叮囑劉德華 你要懂得欠去 必定會紅很久 劉德華就欠到現在 所以就能保持人氣 他亦都寓言過阿嬌 他說 阿嬌可復出 但只可一個人 十二字真言 復出不是不行 但你只有一個人 這樣說 對 他現在拍了很多網 但都是他一個人 就是不用再 吞死了 吞死了 你也知道 那些事件 導致他拘捕 拘捕 有時候的事情 是一個人面對的 好了 白龍王 曾經預言關於周杰倫 投文字D找誰演 劉偉強想採用影壇新人周杰倫 拍投文字D 但老闆林健岳反對 但是 白龍王就說 周杰倫做主角 好啊 票房好的 因此 林健岳立即找周杰倫 做男主角 哈哈 當然 他當時是拿出最佳新演員 電影票房破億 嘩 想不到 我覺得周杰倫也一般 但他真的 市場反映一切 事實 應該是事實化給你聽 真的可以 他這樣吸到金回來 是啊 是啊 有些人不相信 那連舒奇 都經常出席白龍王的法會 當問及愛情的時候 白龍王提醒他 他說感情的事情你不要想太多了 殉其自然就可以了 那 發現舒奇其實的感情事也是很好 有一次還有一個叫劉珍 他警告劉珍 不要再買鞋了 為什麼 這個台灣藝人 透露白龍王提醒他 他說你不是不公 他說你不是不公 不要再買鞋了 你開鞋店 不是這樣 就是要求他把鞋收好 不要亂扔 但是劉珍沒有聽他說 又買了四雙鞋 有命理專家分析指白龍王 暗示劉珍健康最重要 要活在當下 不要只顧著做事 做事然後買他的所謂的新外物 好 那 真的 就說過了一段時間 這個女孩先天性反目狹窄 做心臟手術的時候 停了 死了 就說他工作壓力過大 他就是用他的生命來買很多 他的不需要的東西 最後就 新外物 走了 是吧 還有呢 原來白龍王也挺印度神童 有多印度神童 魚之南亞海嘯 這麼厲害 曾經有香港信徒 在南亞海嘯前 到泰國拜見白龍王 當時他提醒 快點離開泰國 他說泰國有大災難 那女信徒一回到香港 發現南亞海嘯 他說幸好白龍王叫他走 如果不是 就死了 這樣 都厲害 白龍王的事跡 都挺誇張 集結在一起 你見這麼多信徒 或者見這麼多明星都去參拜他 應該也有些了解 有些了解 但現在就過了身 就有黃龍王 是吧 我又聽過一個版本 他怎樣變成白龍王 那個版本就是 他本身是一個地盤公 就說有一次 他逛逛逛逛的時候 他感覺到後面有一條鐵跌下來 他一向前一走 那條鐵真的跌在他後面 然後他發現自己有預知能力 就是這樣 然後那晚就說白龍報夢給他 類似是這樣的故事 預知能力就不知道 不過聽他說的話 就不是害你 至少有意義 有意義 至少也對你好的 對 都可以的 但他說的話也有限 如果大家想找一些道理 可以參與佛 沒錯 其實道理也是大同小異 大家記住 和氣生財 拜拜